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为我们的学写一个字这个应用程序添加其他的大家早就熟悉的html的a标签这样的空间 并且使用这些按钮来和我们的converse汇步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我们之前已经布置好的这个converse的下面添加一个新的div的块 那么这个块呢我管它叫做controller来放置一些操纵这个converse的按钮 那么首先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放入了一个叫做清除的按钮 对于这个按钮呢我给它设置了一个id叫做clearbutton 并且呢让它的class呢是叫做opbutton就是operation的意思 那么这个清除的按钮呢我会使用浮动对齐的方式 设置一个floatright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为此呢我还要清除一下这个浮动 使用了一个clearfix这样的一个class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重点看看css的内容 对于css来说呢不是我们这个课程讲解的重点 所以我们稍微快一点看一下 那么首先是controller把它也设置成800个像素 并且呢居中对齐 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operatorbutton这个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呢它的样式相对比较多 最重要的呢就是它是floatright这样的一个样式 其他的设置呢都是对齐方式边框长宽 包括字体字号圆角以及背景色等等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这里头呢为了让这个operationbutton 在鼠标悬浮的时候有一定的效果我设置了一个 的尾类让它的这个background color有一定的变化 最后呢我给我们的这个clearfix这个类呢设置一个clearbose 这样一个css属性 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清除这个按钮就已经加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的右下角就有一个清除的按钮 并且鼠标悬浮上去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写现象的js代码 所以点击呢是无效的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加入一段js的代码 那对于这段代码呢我这样来写使用jQuery的选择服选择ID是clearbutton 这样的一个DIV然后加载它的click实践 那么对于这个click实践呢执行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contact调用一下clearrect这个函数 那么范围呢就是从00一直到整个converse的宽和高 这样一个范围之后调用drawgrade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清空当前converse画布上的所有内容之后 重新绘制这个米字格 这样一来就完成了清除这个操作 那么此时呢大家可以实验一下这个代码的运行效果 我在这个converse绘布上绘制一个字 之后点击清除以后进行了一个清除的操作 我们要做的第二个操作呢 就是让用户能够选择书写的颜色 为此呢我设计了一排按钮 一共有六个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或者减这些按钮 那么简单的看这些按钮呢 首先它们有不同的ID 分别叫做blackbutton bluebutton greenbutton等等等 大家通过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按钮所代表的颜色 其次呢它们都归属于同一个class叫做colorbutton 同时对于当前使用的颜色 我使用css的一个叫做colorbuttonselected这样的一个类 进行了一个标识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css 对于这个css来说我们非常快的过一遍 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对于colorbutton来说 它是向左悬浮的 之后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小包括圆角相应的设置 之后对于colorbutton来说 为它的hover设置了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呢是让它的border变一个颜色 在这里呢我选的是这样的一种紫色 同时对于selected的这个colorbutton呢 让它的样式呢也是让它的border改变成一个更加深的紫色 blueviolet 之后对于每一个不同颜色的button来说 它们的区别呢就是backgroundcolor取不同的颜色 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页面的atml和css的部分呢就已经写好了 大家可以先此时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左下边出现了一排这个按钮 同时hover上去呢有这样的一个显示 在js方面我们为这个应用程序呢就需要新建一个新的变量 我管这个变量呢叫做strokecolor那么来表示当前绘制的颜色 默认的是black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之前布置的那些按钮 就需要改变strokecolor这个变量的值 那么对于这个变量呢我们也会在onmousemoo这个函数中进行一个应用 之前我们给context的strokestyle设置的是一个硬编码的black值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刚刚设置的这个变量strokecolor 那么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jQuery来操纵我们刚刚设置的colorbutton 它们的作用了 在这里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对每一个colorbutton绑定它的click实践 那么按下一个colorbutton以后我们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对于所有的colorbuttonremove掉它的colorbuttonselected这样一个类 那么这样做法呢其实只是为当前拥有colorbuttonselected这个类的按钮呢抹去 这个类别对于没有选中的按钮呢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之后我们为当前的按钮添加上colorbuttonselected的这个类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添加这个类的同时其实也是添加了一个样式 使得这个按钮的外边框是一个深紫色表示它被选中了 之后我们只要为这个应用程序的strokecolor这个变量设置成我们当前选中的这个按钮 它的backgroundcolor的这个颜色的值就好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完成了颜色按钮的功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已经可以通过点击来选择不同的颜色值 其次当我们选择了一个颜色值以后 我们在这个绘图上再绘制 那么颜色呢相应的就产生了一个变化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一次性在同样一个画布里头绘制不同颜色的笔画 那么学到这里大家也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力 想想还可以添加什么样的功能让这个应用更加的完善 大家不妨试试看相信大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学写一个字 大家加油